林荆杰这趟团队进入了新疆 要跑的这个思路 是属于在新疆我们讲西云 三条路线之一 因为我们知道丝绸之路 经过甘肃的河西视讯 进到新疆以后 分为北道、中道跟南道 那他跑的这趟典型的标准的 我们叫北道 也叫思路新北道 他的走法是什么呢 就是很简单 在新疆有一个很著名的山脉 大家一定都听说过 叫天山山脉 事实上新疆分为南疆、北疆 则是由天山而分 天山以北称为北疆 天山以南称为南疆 那思路的中道、南道 都在所有的南疆 天山以南 那这个四周四路、北道 在天山以北 天南以北 然后呢伴随则 可以这么说吧 他这一次跑在新疆境内 基本上是沿着天山山脉的北渊在跑 所以可想而知他在跑的时候 他的右手边呢 永远是爱着天山、伴随雪山 伴随着他 因为天山脉在新疆的境内 有长达1700公里 1700公里 也几乎就是他在新疆跑的距离 他在新疆大概是两斤出头吧 两斤出头 那从霍尔果斯入境 他在克斯坦克斯入境 一直呢 沿着其实有一个很著名的公路 叫312回到 312回到我觉得值得提醒 就是 他是全中国最长的一样的路 他是从上海的流行榜 一直到达霍尔果斯 全长是4800多公里 4800多公里 所以说可以说他从霍尔果斯入境以后 一直跑到哪里呢 跑到新疆境内 跑到甘肃境内 甚至跑到最后的西安 都会连接到312国道 所以他这次跑到四周四路 这个所谓的北道呢 跟312国道基本上可以划上等线 那他这趟在新疆的这个路程呢 会碰到几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我觉得可以谈一下 第一个就是 现在我们录影这个时间 他正在面临的地方 叫做赛林木虎 当地呢 俗称叫三台海子 海子是当地的 湖泊啊 沼泽的这样的一个统称 叫做海子 三台海子指的就是赛林木虎 其实这个当地命名呢 这个救命三台呢 跟陈基斯坦他的孙子呢 不必连有很大的关系 他当初牺牲的时候呢 大队人马经过这边 要设立很多的驿站 有一台、二台、三台、四台、五台 刚好在三台这个地方呢 这个驿站这个地方呢 遇到了这么大一片湖泊 面积呢有480平方公里 各位肯定对这公里数 不是非常的理解 我举个例子好了 新加坡这个国家是600% 这个湖就480平方公里 它是三分之二的新加坡的大小 好 那当时大家看到这个内陆的 马明经过海 就通过海子 所以三台海是这个书名字要来的 那赛林木虎是一个当地的哈萨特族 当地的小说明明属于哈萨特族就多 他们的语言翻过来就是 祝福住院的医生 祝福住院的医生 那赛林木虎这几年呢 吸引了其实很多的游客 包括台湾的游客去游览 都放在所谓的北疆行程 那主要看的就是它一个旁边的湖方山设 周围的很多的原始的植被 还有很多哈萨特族的牧民的牧场 它的粘房 粘房跟蒙古包大家可能 可能会分不清楚 就是都是尖尖的圆圆的一个帐篷 其实它还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 它的顶的话来讲的话 跟蒙古包跟蒙古包稍微圆一点 粘房比较坚一点 比较坚一点 比较坚一点 这个门进去的 所谓的门啊 做的帐篷那个门 高也不一样 蒙古人 你个子比较矮 我猜了哈 它的蒙古包的门 做的应看比较矮 然后低着头进去 它它个子 它那个做的比较高 基本上你走了就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大概这两三个地方 可以做分辨 它其他的建筑的方式 比方说它是用葡萄木 把那个撑开 上面加上牛毛羊毛 做的这个簪子啊 铺在上面防水 这个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沿线下来呢 值得提的呢就是 吐鲁帆 这个地方 我刚讲过 它事实上 除了干热之外 它在中国有占四个之坠 它是中国最低的地方 全世界海面第二 最低的地方 大家知道是在 约旦那个四海 四海 那这里呢 是低于海平面 一百五十四公尺 全世界第二 中国第一 所以造就了 它这个 这么严热的关系 那那个高峰 各位没有新生经历 可能没办法行销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曾经遇到 四十七步的时候 我在从车上 下到地上 像道路上的时候呢 脚一踩下去 马上就缩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那薄油 已经开始融化了 地上的薄油 开始融化 一踩下去就一个脚印 没有办法停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不知道 如果万一一节碰到 它要怎么跑 所以它的升坦 没有轻 但是踩下去 还是有脚印的 那在那个地方呢 可以看到一个 我们知道 新疆的现在的群称 叫做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那刚刚在北疆 在哈萨克族的地方 塞林湖 都是属于哈萨克族 要看维吾尔族呢 除了南疆之外 最好就是在 吐鲁班这个地方 所以一般我们讲 所以走 四路沿线 那去观光旅游的话 在吐鲁班 停留时间会比较长 那很多的 维吾尔族的少数民情 可以看到 也包括 非常著名的 吐鲁班的葡萄 它最大产地 就在吐鲁班这个地方附近 也包括了很有名的 呃 我们这个严谨小说里面的 这个 这个十大习俗之力 西游记 里面讲的 火焰山 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 基于这么多的这个旅游景点 集合在这个地方 所以造成了 吐鲁班 基本上是在 新疆的旅游的 人数的前三位 差不多 每一年都是这样的 包括台湾就有很多的无量 我常常 新疆是 美丽而多变 那我觉得多变这两个是 远远不大于美丽 因为是 事实上 全世界的地球上来讲 美丽的地方很多 但是像新疆 这么一个范围之内 能够这么多变的情况 它有相当少 怎么说呢 新疆这个160万平方公里的 面积之下 它除了海洋 看不到之外 基本上地球上 你能看到的地形地貌 它几乎都有 从最早最高的 冰河 冰川 高山草原 高山草店 然后一望无际的 这个大草原 到戈壁滩 到沙漠 到大峡谷 到帕美高原 到沼泽 它各种各样的地方 全部符合在里头 所以以我来讲 一百多汤的新疆 会让我觉得 越走新疆 越觉得 对它的了解越少 因为它的变相 竟然能够这么大 所以 幸好大家 关注新疆的时候 不要关注它的美丽 它的重点 在后面两个是多变 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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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